那我面前呢就是北美冬青啊 很多的花肉呢喜欢在过年的时候啊 弄在家里面红红火火的都会买一些这个花 买回去以后呢就不会养 其实您一定要了解 其实北美冬青的一个在现在这种时期呢 就是它正儿八经来说哈 它是属于一个休眠期了 已经它这个果子已经结完了 就是已经结完了 而且呢这种果子有一个特性 就是在冬季的时候特别的显眼 会被一些鸟类吃掉 吃掉以后呢就会是吧 到处的去传播它的种子 所以说它的生命力呢是很强大的 那么咱们有的话说 为什么我养不好 您要了解啊 如果说咱们是南方的花肉 你要种植它的话呢 你要注意咱们的一个浇水 它的耐汗能力和耐激泊能力是很强大的 那北方的花肉呢 您完全可以就是实现一个野外的盆栽 就是室外的盆栽 那么在室内也是一个道理 千万悠着点 注意咱们自己的浇水 水大了它就容易烂 好吗 你还别等着还没 还没到冬天呢 你就已经跟全烂完了 你说第二年春天怎么不涨了 还有的花肉呢 熬过去这个冬天了 甚至说已经让它涨过去了 那么呢 又会出现一个不结果的一个现象 您一定要了解啊 这玩意呢 是分公和母的 我手里边拿的呢 这个就是个公的 那面前结果的这些呢 就是母的 如果说你看 你也知道是吧 巧腹难为五米之吹 所以这花肉呢 第二年开的不结果了 在那那那就是这个事 你像我们种植的时候呢 每隔几米就会有一棵公树的 所以说是这么个道理 那很多的话呢 你就养一棵 养一棵 你肯定没时间受粉了 基本上你们第二年 这个结果会成一个小问题 一定要了解 那么呢 再往后捋一捋 它的一个正常的养护 就是北方的花油呢 可以完全实现地灾啊 如果说你家里面正好有庭院啊 可以摘一棵 然后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这样 等到那个下雪的时候 挂的那种果 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好玩 好吧 然后呢 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就是有的话说 关于修剪和病虫害 它的一个总体生长 还是比较哇塞的 好吗 它是典型的一个 喜欢性的作物 很多的话呢 就日常的浇自来水啊 用一些大泥土啊 大瓷盆啊 总是养不好 那个呢 有时间的时候 好好的翻翻我之前的那些视频吧 其实都有讲到过 你如果说再让我做一些的话 老花油听的又烦了 那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北美东庆的一个入盆教学 因为现在北美东庆的今年大火 它结果呢 非常的好看 当然了 也有假冒伪劣的 不过呢 你尽量的去擦量自己的双眼 我们这个呢 都是真的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它入盆的时候 很多的话很纠结 老师问我 它的一个养护 我就说了 话里面 如果说有地的话 尽量的去地摘 能室外的话 尽量的室外 实在没办法了 你再去室内的盆栽 今天呢 带来的就是一个实战 实战学了一个室内盆栽 收到以后 怎么样去给它入盆 收到以后呢 观察一下根系 看一下土坨有没有散 如果没有散的话呢 您就正常的一个入盆 很多的话我也说 老花音 你这个土不是泥土的吗 会不会加些热 这样那样的 您放心 我们这个虽然说是泥土的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瘾性的 就是比较疏松的 你看这些毛细根 长得也都比较哇塞 另外呢 给你们发过去的呢 都是已经去掉了一部分的土了 保留了很多的这个护根土 您可以稍微的 稍微的给它处理一下 外表的这些个土层 露出来一些根系 咱们再种盆就可以了 好了 大家就大概打成这种样子 护心土的话 尽量的去保留一下 不要过分的给它敲太多了 一旦裸根的话 我估计大家种活的时候 成活力呢 就会面临一种挑战 这些话我们一定要理解一下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入盆 选盆的时候呢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 另外呢 看一下盆子的厚度和深度 接下来呢 咱们加入咱们家自己的土就行了 有的话说可以用泥土吗 这个可以啊 可以 但是跟花盆要结合一下 你如果用泥土的话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再去用那个磁盆了 你可以用紫砂盆用泥土 你得搭配着来啊 千万别是很盲目的 千万不要太盲目 那大家在种的时候啊 不要埋得太深了 不要埋得太深了 也是根据盆土来 如果说下面的土你感觉放的很厚的话 你就可以做一下透水绳 我们这个盆没有那么深 我就不做了 接下来呢 我们修剪好了给您发过去的 您就不用修剪了 另外呢 就是大家在种的时候会常犯的一些错误 第一个用盆这一块 用盆这一块呢 尽量的选择不要那么深 要稍微排水透气一些 好吧 最好是有眼的那种 然后呢 再一个是浇水 一定要注意干湿循环 干了再浇不干不浇 由于北北东青 现在呢 是处于一个休眠剂 它对水分的需求不是那么高 您就看着点 是吧 别过分了 让它汗透了就行了 保持微微的潮就好了 另外再一个呢 就是不要把整颗的埋得太深 就是把它给闷死的 你像我这个呢 都是漏着盆土这个表面 您可以看到 是吧 都是这种 另外呢 对于咱们这个判断 干湿比较好判断 再一个呢 有的话说 你没有打散这个护心土 在那那的 我是外围让它有很多的根系 可以接触到新的土壤 这个不影响 好吧 还有一个呢 叫后期的时候 一个浇水 大家一定要稳着来 循序渐进的来 因为你们也都知道 这两种土壤的一个介质不一样 是吧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外面很潮 里面它没浇透 所以说大家浇水的时候 要有一定的耐心 实在的不行的话呢 就要进盆 好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些事 来最后一个事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北美东青的这个火啊 大家问我可不可以吃 你尝尝就知道了 欢迎大家品尝一下 是吧 反正是不好吃 太难吃 人的味蕾是比较丰富的 我昨天直播的时候 我吃了以后 苦得要命 就不得说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就进行一个铺面 给大家展示一下成品 想请大家多欣赏欣赏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慎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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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